这是传送门 这是开关 出门开关 石门升级 张飞即可到达传送门 完成通关 但是按钮终结有次 那该如何操作呢 这很简单 只需要让关羽 轻轻在刘备背后来一刀 这样就可以碰到开关了 那么问题来了 前面又出现两刀石门 那该怎么办呢 这也很简单 只需要让关羽绕到对面 再轻轻地从背后 给刘备来一刀 然后张飞就可以再次前进了 如此反复即可顺利通关 这是关羽 刘备 张飞 这是两个按钮 这是传送门 如何让他们触碰按钮 然后通关呢 你们知道的 这个很简单 只需要让关羽 在刘备背后 轻轻地来一刀 这样张飞就可以踩着刘备 轻松碰到按钮 那么问题又又又来了 如何让关羽碰到开关呢 这也很简单 再让张飞 轻轻把大哥给送回来 这样关羽 踩着刘备 也能轻松碰到按钮 然后再踩着大哥的肉体 成功过关 扭了扭了扭了 大哥 都是关羽教授我坑你的 实在是对不住 前两把确实把你坑散了 这把我不忍心坑你了 你小子终于良心发现了 大哥 这把我配合你坑关羽 给你老人家解解气 你让关羽去按那个按钮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大哥就顾其相信你一次 二弟去把那个开关按了 是 大哥 哎呀呀呀 这下终于可以出来了 大哥 你稍等片刻啊 我马上救你出去 二哥 你可以下来了 哦 哎呀呀三弟 咱们怎么把大哥救出来啊 这个简单 你交给我 哪尼 大哥该你了 你把它动住 咱们就可以过关了 干得漂亮 我让粉丝们都给你点赞 看我的 走三弟 三弟这把需要我们跳到对面搞墙 然后再触把按钮拨过 但是以咱们仨个的伸狗 根本跳不上街了 哎呀大哥 这个简单 你看我的 这样就可以跳上来了 三弟这孩子打小就聪明 别别别别 别听大哥 接着夸 那前面那个按钮怎么办呢 哎呀 这个也简单 看我的 咱们还ین 进职 嘿嘿,对不起那两位好喝 啊 我 我 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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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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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